苗栗公館 南河台湾开机韩信庙 奉祭祖神 智慧财神韩信爷 相和典胜 行为显赫 欢迎善信大德 多多的参乡 如果想求赠财 一定要去拜财神爷 那如果想要求 偏财呢 那当然就是要找韩信爷 他曾经涉赌安君兴 以赌自胜的名声传遍民间 所以大家又称他为赌神 难得今天来到了南河开机韩信庙 我当然也要来求财 沾喜气啰 今天欲求人的 我就是这里的 来到我们通来的修道 现在已经到这个时代来 慢慢的改变 一定要大胆的角色 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小心的意乏 是不是 要有大胆尝试的心 但是要有小心面对的思考 谢谢机工师傅的指点 谢谢 是多久之前开始来我们这边拜韩信爷的 是我2015年在当年年尾的时候 刚好我就是要去台北开会 就开着车 车上有我两位打使 那在高速公路新竹端的时候 就刚好遇到那个前面货车 那个站板上面的那个保鲜膜 整个掉落下来 那前面的车全部都减速了 那当然我也要减速 减速当那个 保鲜膜飞到我车上的时候 后面就一台车 没有减速 直接把我的车散翻了 散翻就 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 大概翻了四五圈 结果车子 车子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照片吗 整个车都已经装烂 前前后后 我连那个A柱都整个冒进来 尤其我刚刚就是驾驶 所以那个状况更激散 可是我们三个人非常神奇 一下子完全几乎没有什么外赏 所以真的韩信爷真的是非常灵验 真的有在保佑我 今天我跟我老公来到韩信庙 是为了求合家平安 跟发财跟财运 然后师傅说叫我带这个 佛珠来加持加运 唐鼠你好 你好 当初怎么会想要在这个山中 开一间韩信庙啊 观世音菩萨突然间 托梦一个给那个公灵的来 说要我们这个水果园里发飞 我就跟那个观世音菩萨商量 我说这么山里面做观音庙的话 那个箱口很少啊 结果呢 观世音菩萨有待遇的时候 那我就想一想 当时我去请的时候 那个韩信爷 这是蛮赞成的啦 每次都是圣碑圣碑圣碑 结果呢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啊 过去江苏神那边请韩信爷 这间庙啊 除了这个主要是祭祀这个 韩信爷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明 可以让民众们来拜拜 韩信爷大天尊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地尊 祭公师父 五路财神 有一个做水电啊 他来这里 他说啊 最近没工作要怎么办 求韩信爷 他就来 点香就求韩信爷 讲那以后 第三天 他来了 他就有人打电话来 有工作可以做了 嗯 这边的韩信廟啊 整年当中 有没有哪些法会 或是固定的祭典可以邀请大家来这边走走 我们这里是固定是 农历6月13号是韩信爷诞城经验路 都有办法废啊 给人家超度 历代祖宣 吴存元勤债祖宣 那个 英灵啦 有一次那个大陆妹啊 加来台湾 他家里是做那个面线的啊 按我们这个刚好法废 要买面线买很多面 他送来的时候 他说 我常常周梦跟我姐姐 打架呢 我说那你姐姐 他说往生了吗 他说 做叶子的时候就往生了 那你就跟你姐姐超度啊 结果他就超了 第二年 我又叫他送面线来啊 那我就问他 你去年超你姐姐有没有效果 他怎么打怨我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我都不信 这个超度的我绝对信 现在我姐姐来找我 穿很漂亮 笑嘻嘻的 不会找我打架啦 这个天地草呢 一面是盖那个 韩爷大天真的印章 一面是盖 报告祖师的那个印章 所以咩 拿回去保平安 韩信也还是告诉大家 找你努力工作 不管是吃财还是烹财 都会来 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